大家好,又回来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管我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舞台神山 终于又有一个新借口 既然台湾地区经常说自己的晶片业那么重要 台积电那么重要 今次的强震 正正也看到很多西媒已经问 哇,很危险 是不是需要转移一些产能去其他国家 其实台湾地区赛政府为什么还可以 叫做有得耶文耶母 可以胡家富威 因为他们的晶片的确很厉害 这些台积电 但是你经常说自己很危险 那就对了 那就转移到阿里桑拿厂 当然阿里桑拿厂的阻制很大 另外,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就是人祸 现在天灾你避不了 那就很有借口叫你转过去 原来3号上午 3号上午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强震 除了台湾各地的大件事之外 各界甚至开始,尤其是外媒 非常关注护台神山台积电的最新形势 他们就很笨 他们以为他很关注我们 啊,行啊 事实上你是行 是行吗 这个台积电是行的 你再说一次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越是这么说 哦,对了 可以转移产能了 有什么技术呢 好不可以 静静地摊一下 今天全台当然不断地震 这个足科大厂 好像台积电 联电 以及大面板厂有达 还有是群仓 纷纷启动疏散 还有 这个当然是防震SOP 台积电也说相关的 这个是不良影响在评估当中 那现在是恢复正常的 记住,他恢复正常了 他十几个小时就恢复正常了 但是已经有很多媒体说 好像彭博 那他就说 喂,现在是1999年 即是921年以来最厉害的 那需要不需要想一想 这个台湾地区那些 现在的西媒是很聪明的 小小小想想一下 是不是还要多元化产地 当然要 当然要 现在大条道理 起码转到欧美 日本也有很多强阵 那就转到欧美 欧洲 他打算去德国 美国多开两家厂 当然台湾就位于地震大 但是 台湾世界级的科技大厂 也都是 全部聚在 竹科 南科 和中科 这些 也被看好一个叫做 群聚效应 其中 台湾自从921之后 其实科技大厂 都相当注重防震措施 如果是测得四级以上的地震 就会启动 这个叫做 基台保护装置 待机 如果真的出现这些强阵 产业 群聚效应 就有优势 工程师可以随时南北调到 你要知道 南北调到 岛 是你不是太可怕的情况 如果你的路都烂了 其实你都会困难 恢复生产 将损失降到最低 有没有损失 现在台积电还是在评估 当然台积电 官网上也说明 公司有着超越法规要求的防震 防护机制 不单止在阵后全面检视厂房的设备 以及其他的一些结构 反正会将风险降到最低 这个媒体也问过问题 台湾地震会不会震动台积电呢? 其实也是当时有部分员工撤离厂区 意识着这家公司生产肯定会有拖延 因为始终十几个小时没有生产 已经差很远了 而台积电生产如果是有任何中断 就可能令到客户带来不利影响 其实美国很简单 我们很多生意给你做 台积电 好像Apple 还有英伟达都是你帮我们做晶片 即是他帮英伟达做晶片 那你需要转移一些东西给我们? 很危险 那几乎全部先进晶片的制造产地都是亚洲 而且很多是这些已发生地震的地方 那半导体所需的高精度就意味着 其实地震真的是一个 金融时报都说得对 全部西媒说的都一条气 就是地震就是一个严峻挑战 那这个当然是25年来最强的地震 那几百人受伤 也都是最少九个人离世 建筑物受损 这个铁路也是中断 那当然这个也提醒了西方 全球晶片供应对于地震活动风险比较大的地方 真的要小心 那台积电是慢了 慢了的话不知道他损失多少 不知道之后他交货时间会拖多少 那其实近年来 修建晶片制造厂的技术进步 也都是有了在降低地震当中 造成晶片厂的中断和破坏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制造半导体所需的高精度 就意味着你怎样都会有影响 地震仍然是这个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晶片生产非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包括地震有什么?粉尘 其实它应该是可以隔掉的 灰尘碎片在内的 这些耳物的货粒是会污染到的 而且在使用钢黑机的晶片制作当中 最轻微的震动也都可能会造成一些 那些晶片就弄出一些磁品出来就不需要 你知道晶片很贵的 好少都很贵的 导致更高比例的晶片出现事故 或者是低质素的情况 目前全球四分之三的晶片制造厂在亚洲 几乎全部先进制造的产能都在亚洲 另外很多的制造厂位于地震大 台湾和日本 台湾地区和日本 这两个地方就被认为 不用被认为供应 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方之二 拥有两百多间晶片制造商 其实以后日本也要移动 日本也要移动 目前台湾已经发现42 记住 42条地震活动层 台湾处于环太平洋 叫做火环大 Ring of fire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 你记住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地震都发生在这条地大之上 南韩和中国大陆 其实地震的活动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属于中下等 佔了其余地震的一个机会 事实上台积电和三星 选择阿里桑拿 这个西媒说得挺好 选择阿里桑拿和在特州 并非偶然 那就可以降低风险 来到了 降低风险 帮你们 英特尔在阿里桑拿 亦有晶圆 台积电和同行 联法科的股价 过去一年升了50% 反映了对人工智能相关 需求是相当旺盛的预期 那即使呢 晶片制造 是没有受到影响也好 也不能够排除全球晶片供应中断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金融时报 哎呀 胡理美巴在后面 不如将更多产能转移到欧美 因为欧美事实上地震比较少 你别说 是吗 转移到美国 是的 是吗 你这样说没得说 你那里是少的 还有你记住一样 转移到美国的话 其实你有晶片 起码美国人都爱你 即是不用你站得那么前沿 明白吗 如果你跟你所说的 对案对竹竿的时候 你有晶片 始终他就不会叫你做得禁锁 除非你敢反美国人 但是你民进党政府 超敢反美国人 现在他拭着你 你更重要的 晶片生产 不要说是转移 转移 转移了 我当你三分之一 你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就下降不少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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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转移到我这儿了 不用担心 老公 不用担心 其实你更加危险 因为你没有了手上的渣男 你之前一直说的 你自己说的 我们很危险 一定要保护我 不用这么保护你了 因为有不少东西去了我这儿了 没错 没错 就算我相信 对岸 中国中央政府 中国中央政府 都知道台湾的产业很重要 始终是中国一部分 这个台湾 虽然这个蔡政府 吃碗面反碗底 不过都不可以这样 因为他一直都是反骨的 是吧 那看回其实呢 产能多样化 这个呢 金融时报也露出 胡理美白 产能多样化 不单只可以降低 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其实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这个台湾 他只要说得 不要那么疯就行了 不说台独那些东西 就没什么的 但是呢 美国很简单 就说一句 哎呀你地震大啊 地震不可预测的 转来我们那里吧 好吗 那当然了 这个你知不知道 这个啟动 这个晶片的生产 都不是说啟动啟动 如果你真的破坏严重的话 都挺麻烦的 那么即使那些晶片製造设备 没有受到损害也好 也都不排除全球晶片供应 中断的可能性 工厂通常是会关闭 因为这些台积也是 他都会关一会儿去检查 重新启动晶片生产设备的复杂过程 都是要时间的 那你之后当然出货的慢了 所以产能多样化 这个西方很简单 反正他和中国脱钩 就是说对华去风险化 那现在他想拿你的产能 就是说产能多样化 那你就来我那里设厂 那就可以降低地震带来的风险 那你自己想 反正以前你很笨 我们很重要的 对面 这个是一个矛盾 看来他一定要吹到对岸很危险很大 这个民进党才可以继续执政 吹到这么大才继续执政 但你吹到这么大 好像特朗普如果上台肯定说 那对啊 那么危险 你们在我那里弄 之前特朗普也说过 如果他当选 台湾抢了很多晶片的就业纲位 麻烦你拿出来 那其实你越是这样说 你将来的地位就会被随约 我不是指台积电地位被随约 一样是堅如盆石的 但是他逼你转移产能 其实像倒内的人说 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就可以了 那你没有了这个罪 我当你了 刚才大马上刚刚 三分之一其实都已经很够了 都已经很够了 你再吹大一点 那一半应该不会 拿你四成了 你敢不敢说 no 你敢说 no 好 那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